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 很多网友们都敲碗的内容 从前几天开始 Omega集合与韩国邪行主持人Kim Sinyoung 是女同性恋关系的谣言 在网络上传播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5月17号 以专门黑衣人耳在韩国饭圈有名的 泰德斯庸所这个YouTube频道 上传了Kim Sinyoung与集合在谈恋爱的影片 影片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他认为从2020年开始 粉丝们之间就有谣言说 Omega集合与Kim Sinyoung正在交往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 Kim Sinyoung主持的Omega回归舞台 之后Kiho生日的时候 Kim Sinyoung送他钱 而Kiho用这个钱买之后 又送给了Kim Sinyoung等 两个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亲近 而在这次之后 Kiho每次都会在专辑的Thanks To 留言谢谢Kim Sinyoung 然后接着表示 两个人的情侣服装 鞋子 戒指 口罩什么的 也是非常多 最后他也表示 因为对于Kiho来说 这次的Omega专辑是最后一张专辑 所以在Thanks To 没有使用昵称 直接留言谢谢Kim Sinyoung姐姐了 总之就是列出一连串的理由 认为两个人是同性恋关系 而影片底下的留言 大部分也都是 相信支持影片内容的留言 在我看的一年多影片中 最受到冲击的内容太震惊了 不是 不管你是不是女同性恋还是什么 竟然跟阿姨那一辈的人谈恋案 我查了一下Kim Sinyoung是83年 其后是97年 40 26 这像话吗 疯了 女生之间感情再怎么好 也不会有这么多情侣视频的 但是不是在影片底下 而是看论坛留言排行的话 很多都是这样的反应 真的相信这个 相信的人也太神奇了 新天地应该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还有在看这个频道的狗猪 都是一些没有闺蜜的人 所以不知道吧 友好的漂亮的东西 会一起买互相送领悟的 如果是真的就不会做得这么鲜眼 他们本人也知道 在韩国目前看待女同性恋 还不是那么开放 我觉得也只是像亲姐妹一样的 关系好而已啊 这也太过分了 不管是真的还是什么 又没有违法 而且还是私生活 现在没有搜索公司 就可以这样一直发文抹黑吗 然后其我本人 半夜也在网上留言 希望不要有因为谣言而受伤的人 最起码我们不要那样 我们要互相珍惜 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频道是专门抹黑艺人的频道 会航文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所有影片标题都是 XXX重新动鼻子手术 XXX刻意躲避安科舞台 XXX丢脸的舞台 XXX整形失败后的状态 反正就是能怎么黑就怎么黑 然后所有影片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在盲目相信 我也觉得是那样 我早就觉得很奇怪了 原来跟我想法一样的人这么多 都是些干风酸艺人们的内容 所以华语圈的粉丝们 真的不需要在意这个频道的内容 就算它的内容偶尔会有真相 也希望大家是透过别的媒体来得知 而不是在这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不小心笔中指的舒华 笑死我了可可可 吓到的样子也太好笑了 看到自己的手指后 才发现到不对劲的舒华太可爱了 其实当天舒华在唱通胃的时候 因为麦克风手指也故障了一次 这么看 今天的主题蛮搭的 公愿 使用 情造型 相机 相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